台中市一直以来都有文化城的美名 市政府为了营造台中市 成为阅读城文化城 文化局特别在今年举办2019城市阅读系列活动 2019年6月21号上午 特别在市政府文心楼举办一场活动开跑记者会 一开始就安排一场剧团的演出 说明阅读对于文化提升的重要性 也鼓励市民多多参与阅读台中的活动 这场阅读台中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持续到10月份 台中市文化局长张大春表示 活动有文化体验营 跟想读文化系列讲座两大活动主轴 文化体验营 结合ARZ另类实境体验游戏 新课纲自动好精神 跟亲子同乐的特色 还会举办想读文化系列讲座 希望带给喜欢阅读的民众 更多的美好感受 我们是希望把阅读的部份做一个推广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 大概有三个比较大的一个主题 那第一个就文学体验营 那文学体验营我们也不分这个年龄 可以来做一个报名 我们有分这个青年的 也有分比较成年的社会组的 那第二个我们有一个文学讲座 那这个讲座我们所请的这些老师都非常有名的 包括黄梓娇 廖辉英老师 都是我们目前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 或者是他们在这个文学上面 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成就 那第三个是我们前进契约的一个讲座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表示 阅读台中文学体验营 6月22号中午12点开放上网报名 参加讲座的民众 可以获得精美纪念品 摸彩券或者是图书礼券 整个活动也受到许多民意代表 跟地方人士的肯定 感谢各方的帮忙 让高山上有了台湾的 很难得很少见的一道风景 这道风景竟然是文化的厨房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市政府跟文化局的帮忙 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在从小就培养阅读的习惯 甚至到大以后 他的知识能够充沛 能够跟国际来做连结 甚至让我们台中市 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文化城市 我们希望说在社区 学校 还有各处的图书馆 都能够还有一些读书会的成立 让更多的一个演讲 让更多的一个书籍的一个广泛的学习 文化局长张大春强调 电脑网络时代 加上智慧型手机 拉近了城乡文化资讯的差距 但是这次阅读台中的计划活动 除了台中市区之外 也包含了大台中三海豚 城区各文化场域 希望透过阅读台中系列活动 培养台中市民的阅读习惯 带领民众发现阅读的乐趣 作为深度文化阅读的起点 了解台中市 这座美好城市 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 让文化台中 增加更多令人惊艳的台中文化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